今天的作业练习 其实也没太多 第一个就是简单的下载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下载的话 它就清掉旧的 帮我把它抓下来 那好处就是说 不用人工每次都去 把它下载完再开启 所以这个只有资料 然后这个美元折线图 人民币折线图 全部折线图 然后可以有个三图 然后两个OK 三个也OK 那四个的话自己再去做 如果你多做的话 表示你当然这个物性越高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只是说 它这个地方最后 有几个地方 其实还可以再延伸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 可不可以把图跟资料分开放 不要放同一个工作表 因为目前我们是放同一张 为什么 其实放同一张比较好写 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去管 到底你的资料在哪一个工作表 那你的图在哪一张工作表 OK 所以你变成说 如果假设你分开放的话 那这一件事情 就是跨工作表就很重要 你就要知道说 你必须要在range的前面加上 一个物件名称叫许词 不过啦 其实它加工作表的方式 至少两种 一种是在range 或sales的前面加 那个许词物件 另外有一种方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好像我们录制剧集的时候 它会写在range的双引号的里面 但是它工作的名称是加一个惊叹号的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反正两个方法都可以 只要不要写错就好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更难了 但你们可以尝试看看 你各位在旁边新增一个工作表 工作的名称也许要 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一张绘图好了 OK 反正你就是 假设希望 有个独立的工作表 那这个就是资料 我们就不改了 反正那工作好一 然后把图画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 把刚刚的画图 这个全部则线图 有没有 把它换成输出到这边 也就是应该到这里 应该到十蓝宽的话 应该到哪里呢 十应该到这里 A到J 我记得好像 A就是第十 第十一第十二 所以其实就是十蓝 直立好了 反正第一个 然后再来把它改成 就是左边右边 就是把刚刚那个练习 换成跨工作表 的部分 特别注意 那你要怎么写 不不没关系 你就第一个 把全部则线图那一程式 直接再拿来改就可以了 那最大的差别 就是 把它复制 然后贴 如果贴上去的话 记得 这个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请你把这个地方 加一个什么 我好像记得 我原来是加个跨工作表 不过字会太长了 全部 那加个二 好像刚刚有用过 这边 跨工作表 另外再加一个绘图 我是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名称 叫底线跨工作表 好了 反正就是这个名称 好像比较好懂 但我觉得打 打的字有点太多了 要不然就底线跨 好了 好像 它就很怪 好了 反正或者跨工 怪怪的 就给它全名好了 假设说 贴上来之后跨工作表 OK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件事情 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其实会影响到的 主要其实就是在 这个setssortdata 如果你假设这样子写的话 它会误以为 你现在的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可是问题 这个范围里面全部都没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有两个表示法 第一个的话 就是直接在range的前面 加上一个什么 叫sheets的物件 所以加上一个sheets 哪一个sheets sheets 加一个s 刮符 我们用几个好了 1点就可以了 所以跟它讲说 我的资料不是在目前的工作表 而是在前一张工作表 前一张工作表的话 如果按照顺序 它是1 OK 另外你也可以给它名称 名称的话也可以用双引号 里面加工作表1 也可以 不过好像1比较简单 所以算了 我用1好了 序子1 最点有一样 这个意思是 一个工作表的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资料就在这里面了 好 这样应该就改完了 看一下 画图的位置不用加 因为如果你画图的前面没加哪个工作表 的话 表示就是目前这一个了 目前这一个的话 其实在录制剧集里面常出现 叫active sheet 不加跟加结果一样 那就不要加好了 OK 所以好 那里面应该这样就OK了 所以把这个call过来之后 加一个底线 叫跨工作表 然后呢 主要会发生问题的应该是资料来源的部分呢 必须要加上那个 哪个sheets OK 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不要加这里的话 你就加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加工作表1 金坦号 不过我自己个人比较习惯 加这样 因为加在里面我觉得有点混乱 加这里比较简单 OK 好 执行一下看看 如果加上去没问题的话 跑跑看 一跑有没有结果 有 问题来了 怎么跑到M这个地方呢 因为你要 这个我把它删 三图可以共用 三图OK 把它删掉 因为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坐标还是在哪里 M 所以他会 不要放M 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也就是lab跟tob 一律都把它改成A 我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了 有没有 他就会直接画在 这个位置了 所以如果跨工作表 其实没那么复杂了 就是大概几个地方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把上面的程式贴过来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上去的1 点Range 不过你要特别注意 一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一定是第一个 你不要没事 前面又多了好几个 他不是在第一个 那一定还是错 如果假设 你不是第一个的话 比较保险的做法 就是把它改成这样 叫做前后双引号 然后这边叫什么 他叫工作表1 拖篮点两下 Ctrl C 这个名称 如果你是这样的 那保证不会错 如果1的话可能会错 因为位置不对 好 这样跑 那把它删掉了 OK 跨工作表 有了 OK 好 那一样的道理 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两个怎么办 一样嘛 把这个复制一下 跟刚刚一样的动作 改成2 好 那该什么 都一样改 这个加这个 所以就是在这边 嗯 加上1负 好 Enter两下打一个Ls Enter两下打一个N的1负 好 那把这两行 本应该这三行 放在G数的 然后按个Tab键 然后这个的话呢 放在偶数的 一样的 按个Tab键 然后 OK 如果跨工这把2 两个 然后就是这个是G数 这个偶数 那A 再来就A B C D 应该是F吧 所以这个应该把它改成 偶数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F F 左边跟右边 它的坐标 那再来的话宽度 一律把它改成 乘以5就可以了 乘以5 所以 再改完了吧 好 其他应该就不用动了 所以再把旧的图删掉 删图 然后 全部 直线图跨工作表 看 又错了 该是2 OK 看一下 对不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没错 OK 好了 那最后的话当然 就是在这边 再把按钮加上去 我是建议你这边 就是 插一个 这个的话就是 拉宽一点 这个名字比较长 这个就是 全部折线图 底线 跨工作表 这个的话 复制一下 贴一下 重新指定 它是 第二 顶多的话 就是再加一个删图 好了 这个 因为 要把图删掉 我觉得应该也是必要的 不然你加了之后 如果不能删图的话 这个很麻烦 OK 所以 有个删图 删图两边都可以用 不影响 因为它 开头是ActiveSheet 就是 反正你目前在哪里 它就删哪里 你的工作表 OK 好 这样子删掉了 跨工作表 OK 没问题 跨工作表 两个也没问题 其他的话 你要三个四个五个六 反正更多个都 从 就是你看你自己的 OK 如果你们 假设 有其他 有其他的想法 甚至呢 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有的画质条图 有的画责线图 有的画原理 可以 请自行再练习 这个其实变化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 那个 其末的专题 我是希望你们再增加 几个 元素 第一个就是那个 爬虫 有没有 网络爬虫 爬资料 对 第二个就是 绘图 视觉化 数据的一环 就是如何快速的把那个 那个一堆的数据 把它改变成 一般人 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视觉化的图 OK 至于你要怎么变化 我觉得这个蛮多可以做的 这个已经 目前应用的非常广泛 不是只有在Excel 我发现很多在手机的APP 里面很多就是快速帮你 把图画出来 然后网页好像很多地方 也都这样应用 OK 所以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 请各位把 这边的部分 都把它做出来 然后 最后就是再跨工作表 这边跨工作表 自己再加一个工作表 名称要绘图 然后我希望看到 就是 有 可以一个 也可以两个 甚至 如果你假设 能够把三个四个 五个做出来 当然也没问题 差不多衍生方法 多练习 好 那今天大概进度就到这里 所以今天的作业 大概就是把这个做完 应该就OK了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可能 就还会再增加 一些 爬虫 难一点的爬虫 OK 因为之前的爬虫很简单 就是只是加网址 加编码方式 那之后其实 还可以再抓 那个网页上的资料 网页上还有很多变化 这个水非常深 如果以后 你假设网 网路上面的资料 你看得到都可以 抓得下来的话 那其实可以做 非常多的事情 OK 我们剩下时间给各位把这一题 给完成 判断方 OK 可以嗎